我刚才我听到了 你是流量教父 你难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流量教父吗 你爸爸在那里 还好我爸爸不是王清 你知道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跟他一起演戏的那个清歌 就大家都叫他爸爸 对不对 就一出场全是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提另外一个女人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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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清吗 我已经提过了 我还以为又冒出了谁 来我们首先要请王欣 欢迎欢迎 王清醒来了 应该在你的心里 你这个套路我可会了 我跟你说 管老司机啊 所以大宇是你们的妈妈吗 那咋的单亲啊就是啊 哥哥 那这家王清是爸爸呢 你是宝宝呀 我是我很多 我哥 爸爸不是 还说多久没跟爸爸见面 爸爸 是谁爸爸 你最近有见王清吗 有啊 经常见 经常见 在家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啥意思啊 你们俩为什么 你语音深长啊 你们俩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啊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 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就可以合租啊 那你们两个都不住在一起 我们俩住在一起啊 我们俩是 俞宇的耳朵红了 哎 从建宇一提到王清 你耳朵红啥呀 喝酒喝的呀 你喝醉就红了 上头上头啊 妈呀 再喝一杯 再喝一 再喝一杯 马上 来我们三个人还没 来吧 没关系 今天喝醉有这么多人 送你回家 一杯就倒了 哎 你喝醉过吗 他都见过 他喝醉 他一喝醉什么都来 你又惯他 吓死宝宝了 什么都来 手石吓死了 对 马上 你们在哪喝 上次有喝 我们在某KTV 然后呢 是干嘛喝呀 王清 生日啊 好像是 对 王清生日要跟你一起过才可以 他是主持人 你就别这么官方 在KTV怎么 人家意思就是 王清如果不跟你一起过生日 人生都不完美 那肯定不完美 是不是啊 你的生日啊 如果没有王清 很完美 所以我没叫你去 就是这种言论 所以说 老王提早赶来的路上 爸爸来给松哥点父爱 松哥 你接拍那个剧的时候 你知道演什么吗 知道啊 你不觉得尴尬吗 没有什么尴尬 没有什么尴尬的 不就演你的生活吗 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 他们说大宇知道的很多 所以刚才你说了一句家暴 应该问我 所以你在家会被家暴吗 我不会啊 谁敢家暴我 大宇有呢 那你会家暴别人吗 大宇有 你会家暴别人吗 大宇有 有啊 有啊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杀一个词 叫给你大嘴巴子 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人都说给你个大嘴巴子 不是 大嘴巴子 是我 是我给别人大嘴巴子 你都给谁大嘴巴子呀 哈哈哈哈 手链 手带怎么了 手带怎么了 有什么手链 没有没有 做饭怎么可能带呢 现在看你的直播 现在看我的直播 那你对买房有兴趣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是是我想对三环的房子有兴趣 你买了吗 哎买不起啊 你给我买啊 有人给你买啊 啊 谁给他买啊 你这话一讲完明明大家凑几买房子 别小看大家 我绝对不要 绝对不要 我要我要我要 哈哈哈哈 所以下次还欢迎你常来 没问题 再说你老伴什么的 哈哈哈哈 他最近忙吗 他最近还是比较忙 哦 你知道你老伴是谁啊 好棒 好棒 我想大雨这就是没有经验的 这种主持人就是套路 这些都是套路 嗯 来套路一下 大家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